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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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吗 原来我也看到过一个发放的一个小册子 也谈的大概这类的事情 我们并不马上采用这种说法 在这个戒律当中 我们不能吃荤心 荤就是五种荤菜 荤就是像大葱 葛葱 鱼菊 韭菜 这有五种 其中鱼菊菜是我们中国没有 其他的四种都有 在《贩王经菩萨界》和《能验经》都谈这个 并没有谈到香菜的问题 那么心菜就是指动物的肉 众生的肉 你只要把这个奉行好了就可以了 这些师父说的很有缺磋的东西 实际上当我们长期以来并没有去 教练没有去接纳的时候 大家也就不要过于的恐惧 不要过于的恐惧 所以你把这个吃素做好了 我们单位同事基本都炒股 每天上班都讨论股票 我是一个佛教弟子 认为中国股市有很大的投机性 请问法师一个佛教徒可以炒股吗 这个是有些是个人的理财的行为 我们从世间法来看 对一般的人去炒股 我们不能给予否定的评价 但是确实中国的股市 这个波动性很大 最近据说股市又非常的跌到低股 有很多人又亏了很多 有时候看到众生在股市上那种沉浮 那种恐惧 那种一看跌下来 心脏病发疮的这个情况 一旦赚了钱 连气高吃昂 父母都不看在眼泪情况 甚至就觉得烦恼太重了 所以作为佛教徒 我们还是要有智慧的人生 智慧的人生是怎么样呢 我们命中有多少福报 自然就会有 如果命中没有的 你就靠着投机炒股得来的 也很快就会失去 就好像赌彩票赌博一样的 这个越输越要赌 越赌输得越多 两手空空 所以你有去炒股的时间 到部罗赶快进行阿弥陀佛 来得好 请问 我学佛多年 但没有智慧 不会用善巧方便 努力了多年 也没有能调节好家庭的纠纷 所以只能选择远离 但我却心存疑虑 学佛的人 能不能离婚 离婚后将来会有何种报应 请开始 首先学佛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态度 敦伦敬奋 我们要搞好家庭关系 无论是或者你的丈夫 或者你的妻子 他没有学佛 我们要有一种比较宽大的心 来理解他的一些行为 首先我们要包容他 然后要想到他也是 我们要度的一个众生 尤其是作为夫妻 这个众生的因缘关系 就更亲密 你的要有一颗善心 慈悲心来对待这个 确实有些人学佛 学得非常的执着 一学佛就把家庭关系 搞得很紧张 实际上很紧张 是一些小事引擎 比如对方 他不可能吃素 你非要让他吃素 那是不可以的 它是一个过程 甚至很希望他来了解佛法 天天放那个光盘磁带 进行信息轰炸 也让人家觉得受不了 这些就是要检定一下 是我们可能自己住得不到位 没有善巧方便 比如说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做妻子的 你学佛之后应该更贤惠了 对你丈夫的这种公公婆婆 应该要更孝顺了 对你的丈夫应该要更体贴了 这样的你觉得 敦伦敬奉 如果这样去住 哪里会家庭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呢 那么信仰一下子 他信不了 甚至像信基督教 这些都要有宽容的心态 去完成既然已经组建了家庭了 现在这个时代离婚是容易 但是重新组建家庭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虽然没有进围城 大家都渴望进围城 进了围城又想出围城 你出了围城还想进围城 众生就是这么可怜 于是你就好好待在一个围城里面 从那个围城直接到西方极多世界去 不要再折腾了 比较好一些 弟子以无比惭愧的心向师父顶礼 本人已经受持了五戒 但一念愚痴破坏了九戒 弟子非常非常的痛恨 请问师父 一 九戒已坏 其他的戒品是否毁坏 前四戒 二 当如何清净戒体 弟子发愿 从此之后绝不破坏九戒 第三 是否需要重新受戒 第四 现今弟子是否有资格在家受持八关灾 八关灾 弟子的确认为人生难得不可空过 每天为往生进度积累功德 弟子真是非常的懊悔 心里也一直追追不安 失会持戒的誓言是多么的卑鄙 是多么的愚痴 入末佛门的高级 请你开示 把语干怒 为我安心 看来你还挺有惭愧心的 对自己的行为能够有这样的自责 忏悔 这是一个好现象 那么五戒里面 这个九戒属于遮戒 它相比于全世界来说 是轻微的比较多 轻微比较多 如果你犯了前面四条根本戒 可能麻烦就更大一些 犯了这个九戒 这个性罪没有 只是犯戒的罪有 可以自成忏悔 那么碰到这个情况 你这个忏悔之后好好念佛 有可能的话 你再重新做一个五戒的授辞 对在佛面前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宣示 这个酒啊 酒是 常常你要讲酒是毒水 酒是无名药 在任何时候不要争嘴唇 哪怕用一根小草争一小笛放在嘴里 都不要去做 你常常警觉自己 一般这个九戒是能够持得好的 因为我们有工作 只好将小孩交给老人蛋 由于双方老人的溺爱 孩子非常任性 稍有不顺就大发脾气 哭闹不止 此时的说服教育 讲道理丝毫不起作用 严厉训斥便遭到老人的埋怨和不高兴 总说孩子从小没脾气 软弱 大了会被欺负 每次都以老人的坦富和顺从接受 在家居士要孝顺父母 不想让他们不高兴 避开他们与孩子的交谈 孩子还是那样 你如何管教这样的孩子 请开始 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 也许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就是两代人在对待小孩的教育方面 可能有很大的距离 这个双方的老人就是小孩的这个婆婆奶奶 这个外婆外公 什么这个婆婆公公 这样的老一辈 他挪眼力爱 那么年轻的父母呢 是可能理性一点 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比较身心健康 比较理性的成长 所以这两者如果又在一个住在一起 常常会产生这些纷争 产生这些纷争怎么办 这也要有一种善巧方便 一方面不能跟自己的父母 有过多的便利 也要理解这个老人对自己的孙子 孙女的那种疼爱 舍不得自己的这个 受不得一点委屈 这要理解这个老人的心 但同时也确实要跟老人呢 要常常交流 我们对小孩的爱 最终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这个小孩怎么样才能够成长起来 真的过分的溺爱 对这个小孩是绝对不利的 吃不得一点苦 受不得一点委屈 吃不得一点亏 这也许是现在这一两代 这个青少年的这种 毛病缺失 独生之女 他以后在单位上 在家庭 怎么处理好人际观色 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心理 会使得大家感到非常的痛苦 所以要把这些道理慢慢的渗透 对小孩一定要 没脾气 没脾气 身心柔软 才是好现象 如果脾气太大 说不准他以后成为江阳大道 没有一点道德感 以后是富国殃民 现在的家长的教育 只是注重小孩的知识技能 很少注重他的德性 这也是一大问题 如果你培养了他知识技能 以后高学历 高支撑 但是他连孝都没有 你养这个小孩有什么意思 一个没有孝的 这样的一个孩子 以后在对政府 对国家 他一定没有忠 没有忠的话 他就利用他的工作的便利 就贪污受贿了 所以这个教育就是 对个人 对我们国家都非常不利 所以应光大师 为什么非常强调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 要从祝母亲开始 这个母亲对小孩的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 二姨木养 要让小孩从小要深信因果 要有人爱之心 要常常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名号 要读点四书五经 打好一个人格 道德人格的基础 然后学有余力 则以学文 在这个情况下 那前提建立之后 才学一些知识技能 而不是整个颠倒 这个道德都没有打好基础 就学了很多的知识技能 这是我们现代教育 中小学教育 来自于大学教育 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以至于大学毕业以后 不久光当一下就到监狱里面去 所以我们从小教育好自己的小孩 就是爱国主义 因为为这个国家输送了一个有德有才的人产 如果我们没有教育好小孩输送到社会上的 就可能是违背社会法律秩序的一个坏人 所以对这个管教 你也得要了解小孩的心 也不要用管教这个字眼 一定要用父母的这份无私的爱 去感化小孩的心 父母和小孩天性相关 你还要慢慢来 不要有太多的这种跟小孩跟父母的那种矛盾 冲突在这里面 好下面 请给我们讲讲接下安居的典故好吗 接下安居是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 就是外道婆罗门都有接下安居 他的缘起是很多比丘就是下山岳 下山岳正是下雨雨季 同时昆虫也很多 树木刚刚长起来 如果比丘到处游行 社会人士就会激险 说这些比丘说自己有正法 如是看的何有正法 到处走踏杀昆虫 折坏树木 并且闲逛不能尸心再到 是由于这些激险传到佛那里 佛就开始制定下安居 从农历的四月四五到七月四五 这三个月 共同在一个深切南 这个共修 不能随便走 那么现在我们东宁寺这几年 也都在下安居 在这三个月当中 没有特殊的情况 不离开寺院 大家精进半导 如果要出去 都要进行作法 要受日法等等这些 然后下安居接收之后 有一个自知 就是相互的批评 自我批评 所以这种制度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很多的居士在家里 比如你放到暑假 放暑假就好像是很消闲 其实利用暑假 可以在心性上 在学佛上 有一段时间要精进一下 把心安定下来 好 下面是 得身于佛 在于信愿之有 品位高下 在于持名功夫之身前 这一观金所列的 九品往生的阴行果报相为吗 这个观金里面 九品往生 也都要具有信愿 没有信愿 它是不可能往生的 五称行人 皆凭阿弥陀佛大悲 愿力往生西方净土 那么他能够感同弥陀愿力 一定要有身性情愿 所以往生的关键在信愿 没有信愿 你就是破剑尸祸的阿罗汉 也往生不了 那么具足信愿 持名 哪怕要下阿弥地狱的众生 他也可以横超 所以这个法门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法门 所以这个欧益大师 这两句话是非常非常精辟的 是从圣元量里面流现出来的 智慧灵文 是我们修行的指南证 以观金的九品往生 和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 一礼无而无别 无量寿经也说 十方众生 自心欲生我国 凡有三倍 自心就是有自成信愿的心 都能够往生 往生的品位 是来自于他的功夫的前身 所以这个你是在上辈往生 中辈往生 下辈往生 这时候还是要谈功夫的 所以信愿行三者 它是有机的整体 三者缺一不可 但具体说更重要的是信愿 一般人会注重行持 在尽头法门注重信愿 具有信愿 他就自然的会引导他的行门 念佛出来 这个意理是没有矛盾 在家居是破五戒 夫又忏悔 将来临终往生品位 能否超越下品终身 在关键下品终身 是针对一批破戒的众生 属失色的 但你这个经文是正确理解它 是为了体现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的微神愿力 就是你马上要下地狱的众生 你破根本界的众生 你只要忏悔 只要愿生 照样失授你 是其他的法门 所不能解决问题 净土法门能解决他的问题 他表达这个 但是我们确实不能说 反正破了戒也能往生 那我现在就放心了 我就随便破戒了 不能这样去理解 这样还真是 你这个 下地狱如剑射 所以我们既然受了五戒 一定要把这个五戒 把它高扬到超越生命的程度 宁可守戒而死 不可破戒而生 你要破戒的时候 你拿一把刀自杀好了 烦恼太重 你可以这样 但是不是鼓励你自杀 这是告诉你 你既然受了戒 这不是一桩儿戏 它是用我们可以用生命做赌注的一个承诺 是要这样去理解 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 就一个杀民 面临着被逼要破戒的时候 他就自杀了 作为学戒的一个表犯 那不仅是破根本戒 佛陀在世的时候 比丘就是那些微戏戒 小戒 或者不饮 不饮那个水 有虫的水 硬可渴死 渴死他也不饮 不喝那个水 这就是把一种持戒的意识提升出来 这才是一个学佛人应有的这种气概 不要老是烦恼一来就堕到复处 烦恼一来就打得败仗 那我们无量节一来就轮转不休了 请问学佛的人一定要放弃对世间法的追求吗 用中道是做好生意的唯一 你解决方案吗 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放弃对世间法的追求 学佛要圆容世间法和出世间法 如果你是做好了出家的准备 你可以放弃世间法的一切 如果你是在家居士 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在家居士 你得要有一份职业 你得要承担家庭的义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世间法 工作做好 家庭和睦 孝养父母 教育子女 和睦邻居 这些世间法 也是不能去放弃 如果放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分 就敦伦敬奋就没有做到 那之所以对世间 比如对自己的事业的追求 需不需要 也是不否定的 其实你在世间 无论是考大学 考研究生 做生意 能不能把生意做大 当官能当到什么级别 其实这也是你命中的事情 你命中有这个福报 自然会有 不会由你你学佛 比较不去追求 而没有 往往有很多人不追求 但这个事情 非要他去做这个观呢 有的人打破头去追求 也得不到吗 所以世间上得到什么东西 都是有他的因果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以平常心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佛法 不离世间法 同时把我们的心 标定在最重要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目标上 世间上的一切 虽然我们去不放弃它 但是本质上 如梦幻抛影的观念 智慧 要保持这个正念 既然是在做梦 我就做个好梦 我就按照道德的标准 来规划自己的行为 所以是 如果你这样 有出事的精神 在不放弃世间的事业 往往能把世间的事业 做得更好 你把握在 拿捏好这个度 这个两者 世间的事业 和出世间的念佛求生 净土 这两者还可以做到相辅相成 因为通过念佛 你的智慧会开发 通过念佛 你的道德会提升 这样人际关系会好 你有智慧有道德 自然折射到你的生意当中 你的生意 业务 包括官位 可能会 还比原来更好 好 静忠信愿行三治良 是首次 由偶依大师 根据佛说阿弥陀经的义礼 在要解中提出来的吗 还是一个 由淫到险的逐步过程 请慈悲开始 信愿行 这首先在阿弥陀经里面 就已经展示出来了 他整个的经文 从劝信流通 劝艳流通 劝行流通 那么祖师大德 都在这里面 从善导大师 谈论大师以来 都有概述 那么偶依大师 是把这个信愿行 内在的关系 以及 净土的特别法门 和通土法门的 这种不同 圣意的地方 有一个更深刻的解释 在要解里面 这个大家要对弥陀要解 反复的去 去阅读 去领会 这部要解把它把握住了 我们的信心的根 就会砸得更深 更牢 好 这个现场还有一些纸条 看看 我是来东宁寺了解佛学的 我到东宁寺两天 上了两天大雄宝殿上课 可昏倒了两次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师兄说是没吃早饭 滴血糖 有师父说是涅脏太深 有师兄说我是中暑 说是滴血糖 师父有道理 因为昏倒后喝点糖水 确实舒服很多 可来之前 我经常不吃早饭 也并没有发生晕倒的事情 说要中暑 师父也有道理 因为昏倒后会出很多汗 可别人为什么不中暑 唯我有两次中暑呢 难道真的涅脏太深吗 可能表示歉意的是 我们大雄宝殿可能温度比较高一点 目前我们正在招投标 正在想对大雄宝殿进行一个全面的修建 它的高度 据说跟原来的图纸比较高的 都为了省工省料比较压 比较低 而且通风也不是太好 所以我们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也不要自责自己 涅脏太深 多念佛号 离了婚的人 与他人想建立家庭关系 结果对象却是有家事者 请问有了关系之后 还有资格持 不协淫戒吗 这个你就要注意了 你离婚当然想重建家庭关系 你从家庭关系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 对方是什么情况 你都要了解 你没有了解 你就先去同居 先同居后 这首先是对自己的草率 所以你这个情况 你要自责 要忏悔 不能再这样去做了 念佛怎样能于 世红世怨相契合 我有一个同学 现在很精进念佛 他确实将身心交给佛菩萨 不去搞自己的专业课 说将来怎样 佛菩萨自会安排 整日在校园提着念族转容 他自己倒也自在 挺闲 但在同学看来很消极 很不适应 有时别人也会嘲笑 这样好吗 我初发心念佛 不知如何是好 要像他一样吗 青年人怎么修净土 所以学佛你不能走偏 不能走极端 虽然你将身心交给佛菩萨 专心念佛是好事 但是你要看环境 你要看现在你在学校里面 你要完成你的学业 你的父母对你有期待 你不完成学业 你父母很难受 你难受你就不笑 以后你没有学好专业 没有得过毕业证 你在师父上也很难成立 也很难站住脚跟 那么佛菩萨 你自然教个佛菩萨 佛菩萨看到你不上进 他会端饭给你吗 再加上校园里面 这个校园 大家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你拿着念珠这样的作用 实在是不顺利 实在是不顺利 你不要说 我拿念珠 出家人拿念珠是可以 居士你在单位上 在什么都拿念珠 都不是很合适 不是很合适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做一个 念佛机那个案的 那个还能够跟社会接轨 现在都有个居士 他比较有智慧 他就按那个 按到他上面 按的时候就出现数量 不按的时候就是一个钟表 就是时间 别人有时候看到他按 你这什么东西 他就拿开 这是个钟表 人家就会觉得很正常 这样不要闹 人家感到吃惊的感觉 你拿个念珠 在校园里面转移 这是不好的限制 所以我们修行 一定要韬光念急 你自己修自己的心 不在意外在的行急 也要照顾到其他人的 这种印象观念 也要横顺众生 然后你在自己的学佛当中 使自己的道德 人格 智慧 福德 都增上了 同学对你不仅不嘲笑 而且很佩服你了 说你为什么 你这段时间 这个专业课学得这么好啊 为什么大家都求不到职 你一求就求到了职啊 你可以说 学佛的利益 这是还能够度 你到这专业课 几门不及格 都一求职 被人赶出来了 搞得这么窝浪 这也不好啊 学佛不是学成这个样子的 所以青年人怎么修净土 心净则佛土净 从晋云三福开始 孝顺父母 奉识师长 雌行不杀修实善业 这个修实善业 这样子从孝 从净开始 是建立我们世间的道的基础 然后发菩提心 第二是持戒 你能持五戒 就是这个世间了不起的道的君子 然后又能发菩提心 读诵大圣经典 身陷因果 劝尽行者 佛菩萨就 这时候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佛菩萨才能够加持你 你天天转悠转悠 佛菩萨就能加持你呢 这要注意 有时在灾日起 会遇到特殊原因 一法会 二节日 因大众利益为先 而过了五十 这样用灾 心有 心有一什么 请开始 这个 看你是不是受了八关灾戒 如果 比如说八关灾戒 有个开源 你受了八关灾戒的戒 一个重要就是持五 过五不食 但如果有特殊因缘 这个 要 这条戒 或者其他几条都持不了的话 可以舍 当下你把这个八关灾戒 舍掉 只要对一个人说一声 我舍八关灾戒 这样你 你都你吃饭 你就不会有破戒的 犯戒的罪过 精进佛祭期间 不能按时 半约送菩萨戒 过后补送可以吗 你过后就 不需要去补送 等到下次 这个送的时候 再去送就可以了 每日念佛有定数 不能少 可以多吗 那当然可以多 多多一善 读往生认作 并依此念佛 很容易升级 心求之心 只是五念法 如何受持 才如法 其实五念法门 第一是 礼拜 称念 观察 观察西方时间 再就是回向 跟我们平时修的 并没有两样 你每天要拜佛 每天要念佛 那就观察三类 二十九种庄严 大概有时候我们持名 那就在名号里面 就不需要再加上观想 那么回向 这也是 每天的回向发愿 也都有 其实我们这样的 就已经具足了 五念门的核心内容 就可以了 请母亲放下身心病痛 念佛 而母亲 生烦恼心 如何有智慧 劝母亲念佛 劝父母念佛 确实不容易 你要他放下身心病痛 他正在痛得叫爹叫娘 哀哟哀哟的时候 他也放不下 所以这个 生烦恼心 这时候你得要同情他 他身心病痛的时候 你感同身受 你也是感觉到 我也身心病痛 我跟你分担一点 你不要让他放下 放下他放不下 这不是口头上说的 连我们生病了 自己生病了 也放不下 该痛苦但是痛苦 所以这个 这个念宝心 是很苦恼的 所以你要随顺他 他病痛 你让他痛苦 这时候你就不 不一定要 非要他去念佛不可 等他病痛过去了 不生烦恼心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念佛的好处 在你的病痛当中 至少要夹杂着念佛的念头 让他逐步的 逐步的过来 所以这些都是 在你的平时 平时里面 多多做些预先的工作 能够在关键时刻 才能产生作用 你不要平时不烧嚣 临时抱佛酒 到时候人家痛得 你母亲痛得要命 你怎么叫啊 你赶紧念佛 怎么叫啊 你不能这样埋怨他 他就会叫啊 叫是正常的 念佛才不正常 因为他平时没有训练 是吧 因为很多事情 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现在这个学佛 一定要换位思考 你一定要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 所以普相菩萨叫我们横胜众生 从来没有叫我们横胜自己 你怎么横胜众生 一定要理解众生 女性如何对自 情直 不仅是女性 男性也一样 众生都有很强的 我之 情界 女人可能更重一点 这个要多学一些 波约的空性 要把一些世间法 看成是梦幻抛营 没有一点的真实性 我们对不真实的这样的梦幻 还去过多的去执着 去贪恋 去生气 实际上 这是很愚痴的行为 常常要训练自己这种智慧的 这种观照地 一切对进来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想贪的人和事物 这些要贪心起来的时候 你都要把它看空 一切看空 梦如路 如幻 如抛 如瘾 如扬 扬燕 你要把这些 这个常常能够提得起来 然后对一个念佛 我都要求生净土 做菩萨的人了 我要跟他去计较干嘛呀 我要穿这么多钱干什么 我要一天到晚炒股票干嘛呀 没有必要 一天到晚炒股票 天天隔几分钟就了解行情 一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恐惧不安当中 那种情绪非常波动 没有必要 除非你是干这份工作的 好 在这个时代 什么样的女众适合出家修行 请慈悲详细开始 看来你有出家的念头 好好去看一下 印光大师于徐福写女士书 这个女众在这个时代 还是最好在家修行 比较好 好 看看 今天是十五 中午有一菩萨生病吊针 弟子给他去买粥 买了两项小菜放在一个袋子里面 发现菜里有蒜想退 因菜混在一起 店主不肯 弟子认为不应浪费 就把蒜夹出来 瞒着老巨士给他吃了 请问弟子是否有错 是否连累了老巨士 弟子应该怎么向他忏悔 你可以把这个真相告诉他 你不要瞒着他 第一 第二是最好你自己吃掉蒜 好事给别人 坏事留自己 既然这不好的事情 都你自己承担掉就好了 请问学佛的居士 若要结婚 办素席时 烟酒要不要 如果要烟酒 则很结婚的 当事人很为难 如果不要 亲友难以接受 谢谢 这个问题 你亲友不会难以接受 你不要想当然 你跟他 他既然接受你的 素食 素餐的话 他一定能够接受你 不喝酒 不抽烟 然后有一个善解方便 你不要接约 在这时候 你慷慨大方一点 把这个 把这个 烟酒的钱 把它折合成 一份礼物 比较厚重的礼物 让他吃了素叶 又带一份 很好的礼物回去 他不是很高兴吗 请师父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佛工程的进度好吗 对 东宁大佛在四月初八 我们进行一项开工 确实我们选那个时间 是由于是释迦牟尼佛的诞成 释迦牟尼佛诞成 也就是阿弥陀佛的诞成 一个报神 一个印华神 在那个法会当中 我们东宁是四种地址 东宁生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法会开的很圆满 那么这之后 我们在加紧各项工程的这样的准备 目前呢 我们的地省政府已经批下来了 当时还是报上去了 图管厅报道 还要 这块地还要经过省委常委会通过 省委常委会一般是两个月开一次 所以我们等到这个大概半个月之前传来消息 省委常委会通过了 省长签字了 我们这个项目也是江西省的重点项目 是省长直接过问的项目 这样我们动工的条件 在政府这一块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在自己这边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大幅中足性的规划设计 那么规划设计 我们可能对原来的总体规划有一个 有一个调整 这个上个月我们这个建大幅的主要骨干 也开了一个会 制定了一些建大佛的原则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次东宁大佛 在东宁僧团的领导下建大佛 一定要凸显他的进度文化品格 彰显阿弥陀佛的怨念 在这三千三百谋的土地上 是一个朝圣的道场 修行的地方 而且是满足这个居士在这里安养 临终关怀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以这个理念作为核心 有一个调整 而且我们建成这个大佛 这个叫东宁净土院 我们连名字都改 不叫东宁大佛景区 一谈景区好像都是搞理由的 搞理由你拿佛像去赚钱 这是很可耻的行为 对我们僧团出家人和居士来说 都是不能容许的 所以我们在那天 这个开工仪式上 我们也承诺 东宁大佛建成 我们不收名票 那么这也是得到了共识 无论是我们僧团 还是建大佛的主要补干 那么整个的那种规划设计 都是以净土精神来贯穿 体现净土三经的精神理念 包括大佛基作都要展示 使法界的因果的这种情况 表达阿弥陀佛苦多 九法界众生的这种悲怨 所以这个整个的 会盖一个大院士 会盖一个比琼尼寺院 这个3300亩 幸好是借着阿弥陀佛的福报 现在再去想批地 不可能了 政府是对土地的政策 越来越紧 所以我们是赶上了 最后一班车 最后一个座位 把这个地拿下来了 这也是我们佛教的一笔 很好的财产 3300亩土地 我们好好把它规划好 使它真正成为 四种地质往生净土的中转站 那么这是规划方面 另外我们目前正在进行 装机工程的设计 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上海强盛集团的 这个在工程技术人员的支持 他们将会派两到三个工程技术人员 昨天他们有个总工程师已经过来了 下个礼拜进行工作 就是我们成立一个工程部 有专业的总工程师来推动这个大火的建设 这个人才资源也是也上来了 而且我们的运作机制是在东宁生团的领导下的指挥部 我们这个机制也把它建立起来了 财务制度也建立起来了 那么尤其是海内外信众对我们建大佛的信心越来越高了 募捐的仕头也是很不错 目前来说我们建大佛的这种资金 就是靠四种地址来捐款建成大佛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当然除了建大佛 我们还有一些附属设施 在阿弥陀佛像拜佛台下面还要盖一个三圣殿 还是在入门的地方要盖一个莲花池 要展示一下进度文化的广场 还有一些礼拜堂 这个附属工程也要花不少钱 所以我们先建大佛 附属工程能建到什么程度 能建到什么水平 那就看众生的福报的 供业俗感 我们还是秉承本化老合上 给我们有句话 叫随缘成功 随缘 钱多一点就建多一点建好一点 钱少一点就少建一点 钱不够就建慢一点 钱来得多就建快一点 我们也不想有过多的情职 原来非要什么什么样 梦中佛事 水约稻草 水约稻草 这样住在心理上不要有过多的压力 我也不想搞成一个 非得要定到什么事要完成 非得要建成什么一流什么的 现在都不提这个口号 反正我反而是要建成一个比较 质朴一点的 少花点钱的 不过多的占用社会上的资源的这么一个净土道场 更多的是凸显我们的修行 我们在那拜佛 诵经 往生的这样的宗教氛围 对于我们来说 都有点住的地方 也就可以了 不需要豪华 不需要那种张扬 我们都想奉行这个原则 当然在阿弥陀佛的那个地方 可能我们会辉煌一点 我们自己的那个住的地方 都要简朴一点 简朴一点 然后注重它的生态 多摘一些树 园林化 三天三分母 准备这样的来布局 少花钱多半事 希望大家共同参与 确实 我们现在正在提个口号 从我要建大佛 到人人建大佛 我们设想 如果我们装机工程那边设计好之后 就要推土方 推土方有必要老是 交给工人去干 我们自己也去干 我们准备生团 要去出几次坡 我们到现场去挖土 去运土 去运土 参加阿弥陀佛工程的建设 为阿弥陀佛直接的去 添砖加瓦运土 然后我们也希望居士也去 所以我们是把建大佛 现在是 就是修行的过程 就是度化众生的过程 就是让每个众生 跟阿弥陀佛接缘的过程 就是让所有众生 在阿弥陀佛这里 种福田的过程 我们把它做一个 做一次佛事 度化众生的事情来做 不要紧紧把它 做一个项目去做 如果大家都能参与去做 那就更好办了 那就更容易建起来了 不能集中在我们几个人 苦哈哈的在做 到时候这个福报 我们也不要让几个少数人 去那个 包括那些大富法居士 人家捐几百万几千万 有时候我也希望 哪怕人家捐一百块钱 二百块钱 也得要给大家这个机会 他捐 有时候捐二百块钱 他都来得有分量了 我看很多农村来着 人家用那个钢洞 那个一个一个钢洞 存起来 那都是有分量的 而且跪在那里 都拿出来 我们觉得这了不得 哪怕他只有几十块 一百块钱 那他分量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共同参与 阿弥陀佛 接引向的建设 大势至菩萨和娑婆世界的众生缘分很深吗 经于此界是念佛人归于净土 我们怎么能感受到 大势至菩萨的射手呢 能言会上的大势至菩萨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势至菩萨吗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阿弥陀佛的 右谢式 大势至菩萨 大势至菩萨 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缘分 确实很深 他是在我们娑婆世界 来接受念佛法门的 是从这里往生的 然后又发愿到娑婆世界 专门设念佛行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么 这个 怎么感受大势至菩萨的射手呢 当我们在制成念佛的时候 当我们在多摄六根 纪念相继的时候 大势至菩萨无边制成光 就已经在加持我们 那么有时候法性的光明加持 我们还是没有感觉 那么 好 大势至菩萨还有各种化身 视线种种化身 比如说 印光大势有一些证据表明 他就是大势至菩萨在来 所以当我们看印光法师文操 看到很能增强信心的时候 这就不是大势至菩萨对我们的射手吗 难道你就认为大势至菩萨 一定是个大势至菩萨形象 抓着我的头发才叫射手吗 他有种种射手的方式 所以我们还是老实的念佛 大势至菩萨现身说法 就是在十二光炉来 最后的一尊超日月光 超日月光佛之下 接受这样的念佛法门 那么这个念佛法门用什么心态念 就是佛跟众生的关系 是亲友的关系 是母子的关系 是同体的关系 那么我们众生就用生命心来念佛 义佛念佛 那么这样的 阿弥陀佛的大慈悲 大慈母 就会紧紧的把我们射手住 就能令我们 这个念佛的心 日益的纯属 就能以念佛心入无声忍 那么这样的方法 就是要都射六根去念 言耳鼻舌生意 你不要乱跑 都用这句一句佛号舍住他 舍住他 敬念相继要不间断的去念 至少要一日一夜不间断 乃至十日十夜 这样就能挣到自信的源通常 得三摩地思为第一 得这样的守能言大定 那么这样的念佛法门 是第一殊胜的 好 今天晚上时间到了 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离不得了 祈愿众生回归安阳 大陆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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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